手上數著千元鈔票 在鏡頭前翹著腳 她是一名越南籍密醫 常在網路上炫富 更自爆自己 靠醫美替同鄉 有人動手術 賺了大錢 拿著醫療器材 一邊開直播 邊做講解 看似很專業 但全新女子 沒有醫療執照 學醫經驗 只有短短四個月 透過臉書或抖音 PO影片招攬生意 行徑非常囂張 陳姓女子在中立火車站附近 自租一間樓中樓 開設地下醫美工作室 因為收入實在太好 號召同鄉好友 一起加入密醫行列 半年左右 半年左右 你有沒有常常看到 有出入的客人 沒有說很長 沒有 上個月25號移民署 一舉破獲大樓工作室 滿滿醫療美容用具 非法走私藥品 通通一舉收口 這才發現女密醫經營地下醫美診所一年 每個月光是手術人數 就多達十五人 一個月淨賺三十萬元 等到被抓 已經獲利三百多萬元 陳姓女子等三人 遭移民署人員帶走 醫美診所 明明沒執照 卻動刀做手術 還大膽秀出直播影片 讓人幸福 誇張的是 還有不少人上門 根本是哪命台玩笑 三年新聞 林俊華 時明起 羅沛與基隆 桃園採訪報導 今晚的時間